今天窩心球又要來拜師學藝了 好好的來學習一下義大利的 被發現了 對啦 拿一個空桶子來 今天呢 真正的專家在這邊 要請教我們的葉老師 好好來跟我們教學一下 葉老師好 好 大家好 灰寧塗料 瑪莫尼諾 比較工業風格一點嗎 它是比較工業風的 有點類似仿清水模的塗料 欸 看起來黑熟熟耶 不大家會喜歡嗎 它乾了之後 它顏色會比較淡一點點 所以它可以做浮雕啊 一些金屬模系列的凍石啊 都可以用這個來做 浮雕聽起來很厲害 其實它跟金屬區的手網有像 步驟好像差不多的感覺 對 對 對 但是我們剛開始我們會先 讓畫面 把這些塗料先一樣 平均分配的在畫面上 你可以試試看 它好試試看喔 對 底下就寫狗刀手 它塗魚有點 你不覺得它有點像 對 它有點像泥巴嘛 對 所以我們都點成它為塗類的塗料 那因為你剛開始拿這個抹刀 所以你會覺得 你比較不習慣 你好像這隻 你炒的比較順手 這個比較順手一點喔 對 然後你稍微 像這個東西跟金屬區都一樣 你稍微離一點 大概一公分的高度 然後輕輕的 對 你只要輕輕的 你就要說覺得它 是淋圖 它那個顆粒感很重喔 對 它本來就是那個 礦石的東西 好 灰銀塗料就是這樣子 這種淋圖料就是你做出來 自然就好 難怪可以明白有些人 自己想要在家裡DIY 來 自己看開心這樣子 漂亮啊 對 文藝很漂亮 師傅 打個分數吧 90分 哇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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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收我這個土地 覺得很驕傲 對喔 對喔 你那邊看有蛋糕嗎 老闆 這到底差在哪裡啊 哎呦喂啊 是差在於你的眼光 我們以大眾化來講的話 它有分四大種類 哈佛利歐 細砂的感覺 可以摸摸看 有沒有 它是細砂 對 這個是我們的案例碼 我們之前上一集有提到 半瓶光的金屬漆 對 它是屬於全亮光的金屬漆 所以它折射下來的角度 是不一樣的 我這樣子看 那你再這樣看 都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的Kennis的 安妮卡 有沒有覺得很惹熟 安妮卡 安妮嗎 安妮卡的顏色呢 它很飽和 很珠光 很細緻的 對 對 對 有美的那種感覺 它非常的 顏色非常非常的飽和 哈佛利歐 它是目前以細砂來講的話 它這個算是有半量 一般做外面的一些牆面啊 塗鴉 牆啊 還說什麼牆 它們的色澤不可能這麼亮 這個有光澤感耶 對 它有折射感 我讓客戶知道說 原來我們的塗料也可以畫畫 我其實一進門啊 我很早我就注意到這一面 這一面真的好美喔 老闆這個是怎麼用出來的 板膜 它是整塊整塊 局部的修飾 局部的點綴 這個就是加上去一抹啊 對 局部的修飾點綴跟加工 上完之後呢 我們再洗色 剛剛其實整個看過來 我覺得這個一體性就是說 它有一種調性在 很美 可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我們講義大利特殊塗料 它為什麼發源地 為什麼都是來自義大利啊 藝術塗料跟它的文藝 文藝復興的發源地 都在義大利 它的藝術塗料工廠在杜林 杜林是以前在義大利的首都 當年最繁華的地方 最最最最繁華的地方 就像你去看服裝秀 你就要去法國巴黎 你想要找這一種特殊塗料 就是要往義大利去找 我這樣子看 顏色是很美啦 顏色是非常美 有種那種 現在大家很流行 莫蘭迪色的那種調性嘛 哇 對 可是 妳好棒喔 我只要問一個問題囉 莫蘭迪色 這個我用乳膠漆我做不到嗎 它是牆壁一體 它是做地板 它是地板跟牆壁可以延伸上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妳如果說我們一般乳膠漆做完之後 做不到嗎 做不到 我們做個防水漆啊 保護層啊 幹嘛好不好 妳保證一年內變得夠 不懂 一定失敗 它沒辦法做為地板使用 如果是乳膠漆 當然不可能 但它厲害的是 它用外牆壁用在地板都行 地壁一體 這無縫地平 就是這個無縫 這個材質啊 它清潔起來 它不會很麻煩 我們只要正常的洗刷就好 為了為了 來來來來來 我帶妳看一下我們的密室 這裡有密室 雖然說這個現在還沒有完全好 但是感覺起來 兩仙曝光是不是 還不錯 還可以看一下 還可以看一下 來來來來來來 這是鐵鏽的感覺耶 這是銅鏽 銅鏽味道 對… 這是鐵鏽味道 這看起來超像的耶 對 我都覺得要聞得到味道了 有沒有 其實妳像一些好萊塢 一些拍電影的角度有沒有 鐵鏡的生鏽可以一拳打破 掉下來也不會受傷 那個英雄 來吧 非常感謝今天老闆帶我們來到這邊 真的是連秘密基地都帶我們來看一下了 就是希望可以讓大家有更多的嘗試跟體驗 當然前面有我DIY的部分對不對 我們要來看一下成果喔 你看作品已經完成了 它現在已經乾了 就是我可以直接摸它 紋理都已經出來了 教大家最基本 然後最正規的一個做法 那我呢就是胡周一番啦 反正呢沒關係 藝術是無價的 經驗是寶貴的 所以很開心有今天這樣子的一個體驗 這個好像質感完全又都不一樣了對不對 這個有稍微加工超過 其實我們這支麻木女路的分離塗料 可以做到很細緻光滑的感覺 也可以做到很粗獷的紋理出來 我就是走一個狂野風 對 就看業主的喜歡哪一種風格 那你拋過之後你摸一下 就會覺得它那種大理石的溫度是不一樣的 如果要比喻的話我覺得這個很像優雅的鋼筆字 那我這個呢大概就是很潦草的草書 隨意大筆一揮 但是呢我覺得自己看還是覺得很喜歡耶 並不會說是自己DIY的 然後第一次體驗就覺得說好像怎麼好像很low很爛 不會耶這個自由發揮之下我覺得 看起來自己是蠻喜歡的 不知道觀眾朋友給我打幾分呢 那記得呢請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可以看到我們的合作資訊囉 那今天呢非常感謝先跟大家說下次見囉 掰掰